你唱高音是这样的吗 修炼爱情的悲欢 学会放后以前的渴望 我们有很多同学是不是都很喜欢唱高音 但是一唱到比较高的音呢 就习惯性的用假声去代替 你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老师前面示范的一样 没有一点点爆发力 今天袁熙老师就来教大家 如何改掉用假声唱高音这个坏习惯 只需要简单的三步 先点赞收藏好此视频 跟着老师一起来做练习 第一步做一个声音集中的练习 这个练习可以帮助我们声音更加集中 更加有穿透力 好第二步做一个声带闭合的练习 这个练习呢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气息的损耗 让我们的气息保持得更加持久 减少声带漏气这种情况 那么最后一步我们做一个圆音的练习 圆音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找到口腔共鸣的感觉 让我们的声音更加饱满 三个练习每天15分钟坚持15天 你也能拥有高质量的高音 唱歌就像是这样 修炼爱心的悲欢 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 挂了连城泪水是一种勇敢 那么喜欢元希老师同学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哦 会持续的给大家分享更多干货